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黄云 洛亚报道 杜文报中共官场黑幕 那就是个绞肉鸡 我们惹不起你们 躲得起你们 结果就是我们走了 逃到海外 但是老头老太太在那呢 结果老头被他们弄死了 杜文说 太灭绝人性了 杜文原本以为 好好干就会有大好的前程 但不幸成为官场内斗的牺牲品 先被上级整治惹上官司 后为内蒙政府公款宋慧丑闻 背锅而现12年冤狱 出狱后 当局仍不放过他 曾为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主任的他说 没有丝毫法律可讲 那就是个绞肉鸡 尽全力 最后一搏 要回岳父的101枚银元 4月28日 杜文的岳父突然去世 4月29日 杜文在X平台发布 致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公开信和视频 讨要岳父被扣的101枚银元 杜文对大纪元说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其全力的最后一搏 就是把老爷子父亲的遗物追回来 至少让他们不要带着遗憾走 向西喊话的视频引发强烈关注 他说 推特现在是77万的流量 之后国内的视频号和抖音 都是一分钟3000条 不到三小时都是14万多的 加一块30多万的流量 后来帖子就被禁了 被禁以后 大约三小时吧 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可以取银元了 律师还有我岳母就过去把这个银元取了 取了还是当年退回我岳父的那些东西 就是20多枚是假的 杜文岳父的101枚银元 是2012年杜文被起诉后 在抄家中被抄走的 岳父一直要求按照当时扣押时的照片返还 要了14年没有结果 杜文说 他去找检察院要银元 他拿刑诉法去的 说刑诉法规定的很清楚 结果起诉科长杜敏说 你不要给我看刑事诉讼法 我们这地方不讲这东西 我们这地方只听领导安排 老爷子就气得一点招也没有 说共产党怎么能不讲法律呢 你们法律都不讲 只听领导 他表示 现在银元要回来了 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点良心发现 也或是别的 这个不做过多猜测 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 太灭绝人性了 尽可能忍耐 但当局继续抢劫财产 杜文对大纪元表示 其实他出狱后一直很低调 什么话都不说 尽可能忍耐 但是当局却一直不放过他 2023年1月4日 杜文刑满释放 2023年10月19日 他收到了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的执行通知书 被责令执行 该愿于2015年7月16日 做出的重审一审判决 而忽视中院重审的一审判决中 并未有追缴或罚款内容 并且内蒙高院已对该判决做出改判 在执行通知书下达的第二天 忽视中院便冻结了杜文银行卡中约11万元的存款 并预扣押总计400万元 他表示 自己先前被扣押的款项 完全可以抵扣中审判决的200万罚金 法院判决没收罚金200万 你们就执行了人家1000多万财产 就弄走了 还不承认 无效 还必须再给钱 一切都是非法操作 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违反判决去剥夺你的财产 就是抢劫 我坐了十几年监狱 出狱之后我又没有工作 一身的病 我还在住院 他们就开始四处追我 这完全是灭绝人性的 杜文再这么逼迫 就把当年敲诈丑闻公布出来 2023年11月 当局要对杜文启动限制出境程序 杜文得知消息后 离开了中国 他们离开后 帮他们家看房子的岳父母 遭到株连迫害 法院频频骚扰两个老人 杜文说 我们告诉法院了 我们不在家 我们在大陆委托了律师 你有事去找律师来谈 结果他们不找律师 他们就去找老头老太太 把那个裁定书 往我家大门上贴 老人被吓坏了 就担心我们的安全 寝食难安的 结果前天 4月28日 突然之间就栽倒了 人就没了 我岳母前天 对公安局长哭着说 我们这个人 就这么突然 给你逼迫走了 你们太欺负人了 他说 当局逼的人没有活路呀 他们啥都不知道 就是最普通的退休工人 就往死里逼他们去 折磨他们 现在我们老家 还有我的老父亲 癌症晚期 老父亲说 我们也不怕他 他爱咋咋 他不是想折磨我们吗 折磨吧 对于当局的所作所为 杜文说 就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疯了 杜文也试图反抗 他表示 希望大纪元传话 给中共最高法院 执行局局长黄金龙 你要再这么逼迫我 我就把当年你敲诈 内蒙政府的录音 公布出来 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兔子急了还咬人 没有丝毫的法律 可讲 在个人和家庭 经历一连串痛苦遭遇后 杜文反省道 我的人生很失败 作为一个人 我不应该去给他们 中共服务 我的一生 都被他们毁掉了 我的孩子 在我入狱的时候五岁 出狱的时候十八岁 他说 当初动机是好的 我希望能够报效国家 能够捍卫我本地区 我本民族的利益 虽然当时动机是好的 但是没有用 你找错了对象 这是可耻的 更是可悲的 我本身是政府的 法律顾问是执行主任 最后到我这儿 没有丝毫的法律 可讲 问题是你还从 他们中间出来的 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杜文表示 我常常在神面前忏悔 我当年为什么做出 这么错误的决定 杜文出狱后 很多人建议他 再去申诉 不过他认为 找当局去平反 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 我跟他们 有什么可说的 他跟你认错了 他说他错了 能改变他的本质吗 不能 没有用 他们纠正一个错案之后 会制造出千万个错案 总体而言 现在的整个政治 已经失序了 已经丧失管理能力了 杜文 中共已丧失 基本底线和理性 杜文案 只是内蒙 冤假错案中的 冰山一角 他表示 当局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已经彻底失序了 已经丧失 基本的底线 和起码的理性 变成就像一个 被从笼子里 放出来的野兽一样 疯狂地撕咬着 就是怪物了 这太可怕了 你说法院 检察院 公安局 不讲法律 这是个啥东西 你持有着国家的强制权 手里拿着枪 号称自己是执法者 最后不讲法律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他说 随便一个小的官员 吃骂大的小官 就能把老百姓 折腾得死去活来 能制造出令人匪夷所思 不可名状的冤案来 因为他独裁啊 他的媒体不透明 不让媒体说话 不让老百姓说话 没有言论自由 所有的反抗 都是违法的 不过 他表示 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多行不易必自毙 人世间的事情 翻它历史来看 很多时候 很多事一夜就变了 我认为 决策人类历史进程的 不是人 一定是有一个制高者 他在决定 人类历史的进程 包括中国的进程 当任何一个邪恶的组织 任何一个邪恶的人 他天怒人怨 之后必引发 制高者致命的一击 是绝对的惩罚 那是必然的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